不说还以为是哪个天王巨星 热情的尖叫声 原来都是为了来看 现代沙皇普丁 冰冰瓦格纳兵变后 普丁首度出巡 特别跑到南部城市视察 俄国官媒视出画面 号称上百人抢握手 大内宣发威 营造普丁政权稳固形象 偏偏这个人的动向 再让俄军内部分裂 全都摊在阳光底下 苏洛维京被俄媒 被俄媒誉为末日决战将军 先前更是领头公务的俄军主帅 他在瓦格纳叛乱第一时间 跳出来向普里格金喊话 没想到他早就是个窝离犯 一起策划兵变策反 跟普里格金根本就是同一伙 都想把俄国防长萧伊古拉下台 俄罗斯对外冷处理 但莫斯科时报指出 兵变后下落不明的苏洛维京本人 已经遭到俄军逮捕 等同间接证实 俄军领导层早已闹内讧 只是瓦格纳能壮大 要怪恐怕还是得怪普丁自己 路透比队发现 瓦格纳叛乱成员至少有三人 确实都是有案在身的犯人 证实普丁批准瓦格纳吸纳囚犯的传言 所言不假 拜登大算普丁是国际边缘人 乌尔反攻的关键时刻 却挡不了轻信内乱 普丁跛脚 恐怕渐渐露出马脚 今新闻无问 朱佳林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